哈囉 大家好 我是該一 有很多的網友在這邊留言 很好奇我們三件客人 一個四 三色 一個 二十九色 一個 二十七 三個怎麼都在一起 我們到底是怎麼認識人 又怎麼會變熟 今天呢 我們就設計了一些題目 一些QA SYFA QA 我們會各別跟語安來錄 各說各話 好 互相爆料 互轉向吐槽 有什麼不滿 等一下直接說出來好不好 好 百分之百真心話 好 好不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題 第一次見到兩位是在什麼樣的情況 那如何搭上線的 他們兩位都是在 內湖運動中心的健身房認識的 波波是裡面的教練 鑰匙他算是一個常客吧 因為內運的深蹲架只有一塔 所以大家要練深蹲的時候 可能就要一起用 那久而久之呢 大家一起練的項目越來越多 也就變得越來越熟 內湖運動中心那邊 就是只有一台深蹲架 有一次就是 我記得好像是我在那邊練 佩佩就跟我說 他等一下南天我會來 所以你先認識他有沒有 因為佩佩是內湖運動中心那邊的教練 我在內湖運動中心其實練了一陣子 那他那個時候就好像剛好就來練 佩佩就說 波波想要等一下跟我一起練 什麼之類的 跟你練 對他好像有講類似這樣子的話 波波主動想要 因為他怎麼想要練 可是他不想等 剛好我在前面是認識的 他就說那等一下 你不要跟我一起練 一起練就對了 然後後來波波就出現了 該一的話就是 我有一次就是 早上去 自己去練 就看到他 因為我平常都是一天 比多練一次嘛 然後晚上的時候 我又陪我另外一個朋友去 就我又看到蓋子 這個人怎麼早上來 晚上也來 這樣子 就很狂 但我記得第一次講話是 練背 就是有稍微講到話 但是其實我還沒有聊天 然後他講的共同生存家 應該是之後 所以稍微已經有 大概有看過這個人這樣 所以基本上都是在 內運運動中遇到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到 蔡耀師的時候 很像是我到內運運動的時候 那時候的我 我這樣覺得 可是那時候的蔡耀師 是一個瘦皮歐 然後我們會怎麼認識 是因為他的訓練方式 跟我的方式不同 因為那時候我都是練 肌肥大 所以我重量不會練很重 他們都是練那種 建立課表 他就會來問說 欸 你怎麼都練這麼輕 蓋伊那個時候 4 5 5 已經在內運當教練了 他是早上也練 晚上也練那一種 然後那個時候他 體脂肪很低那一種 那現在呢 現在就是比較油 然後更壯 可是那時候是很乾很 肌肉線條很明顯的那一種 比較精壯型的 對 那時候看到他就覺得 哇 這個人練得這麼努力 然後就去跟他搭訓這樣子 兩位給你第一眼的觀感如何 波波的話就是 看起來很兇啊 他就一個崩頭 然後表情都是 一直在 好像在皺眉這樣 加上他本來就 有點那種鄉土味 有點小流氓的感覺 他人其實不兇 但是他也就是那種 特別親近 畢竟他已經四十幾歲嘛 就是在江湖走跳 那種 他比較社會化 他跟人相處的那種感覺就是 欸 如果你今天沒有特別怎麼樣的話 我也不會特別去跟你邀請 比如說保持安全距離那種感覺 大一的話 他感覺就是不太在講話 你看到他在練 基本上他就是 專注在做他自己的事情 看得出來就是 不太會跟人家搭話 他很少跟其他人講話 除非是必要 就是他可能要去跟人家 跟他不少的時候 其實就會覺得說他不太在講話 可是他其實就有時候 幹話的意思是蠻多的 那打遊戲什麼的 他也是熱在一起的重量呢 蔡木薛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感覺 就覺得 憨憨的 憨憨的 對 就是你看到他的臉 你就覺得 這個人怎麼會來運動 一個很宅很憨的人 可是來練健身 然後舉的重量很重這樣 現在跟他認識久了以後 就覺得 他的外表憨了 可是他腦袋不是憨的 他非常非常的愛臉書 他可以不睡覺一直看書 就是他沒有把那個書 看懂的時候啊 他是無法休息 蓋一的話 我看到他 第一個感覺是 怎麼會有人練得這麼勤勤的 然後我會覺得 他的生活除了練以外 還有什麼 那個時候我認識他的時候 那時候還在上班 然後 他是上班之前來運動 然後 下班 又來運動 你不覺得就是 他的生活除了這個以外 還沒別的了嗎 因為他之前當攝影師嘛 他的生活是不規律的 所以這個算是他重新 開始健身的一個 那個 衝動期 喔 是喔 其實跟蓋一認識久了以後啊 他是一個很努力的人 很努力的人 一開始看不出來 對 一開始其實我看不出來 可是我會覺得他在運動方面是 那個時候我會覺得 他很瘋狂 有沒有看到 就怎麼可以 有人可以這樣子練 然後 飲食控制又很嚴格 到後來認識他以後 他在做哪一件事情啊 都會讓我覺得 他都很認真在他上面 就是他會希望 呈現的東西都是非常好的那一種 我記得第一眼看到 波波的時候呢 他是這樣雙手爆秀 站在櫃台前面對著你微笑 就感覺 怪變態的 一個光頭大叔 然後 手爆胸 然後盯著你 然後一個 奇怪的笑容 笑得你心裡發寒 不過我當時想說 這個人看起來應該是 蠻健談 蠻幽默的 欸該該 那你會覺得 波波臉 那時候很瘦嗎 其實還好 因為他都一直 他都一直微笑 所以 一樣的笑 我其實從來就沒有覺得他兇過 喔 香煮酒啦 其實 講話 蠻靠北的 但是也算是蠻中肯的 所以整體來說呢 算是差異沒有很大的一個人 喔 那第一眼見到藥師的時候 就覺得 這個人很安靜 然後有一個 窄窄的味道 那加上他身旁總是散發 就是 很尷尬的氛圍 所以我想說 這個人應該也沒什麼好聊的 我們應該也不會太熟 香煮酒才發現 其實藥師 它是一個 就是肚子裡面 中很多東西的 包括像是 健身的知識啊 藥學的知識啊 或是對 補充品 營養方面的 他都懂蠻多的 還有像是 音樂 音樂不錯 那看的影片啊 什麼啊 小說也都看很多 所以我發現 他其實 跟我還蠻聊得來的 他算是我 第一印象 跟香煮酒之後 差異算是蠻大的一個 Person 3 雙方的各三個優點跟缺點 那波波的三個優點呢 我覺得他非常的 做自己 那講話很直接 不管了抹角 然後學習能力 非常的 淺 缺點的話呢 就是他 太做自己 講話太直接 頭有點大 那 藥師的三個優點呢 就是他 學士淵博 那 替人著想 那 個人的魅力還蠻高的 缺點的話 我覺得他有一點就是 他的表達邏輯有點奇怪 就是有些事情 明明可以簡單幾句話 講完了 他是要 繞一大圈 然後用一堆很奇怪的 比喻來告訴你 第二個缺點呢 我覺得應該是 他做事有點急吧 他很有 學音樂的天分 然後他彈吉他 可以很快的學好一首曲子 但是他明明在多練一下 可以彈得更完美 可能他就會要急著想要表現 給大家看 不過有一點 第一個就是 剛才講過嘛 他就是 江湖走跳很久 所以 麻痹得很好 第二個優點就是 他也是蠻認真的 應該說他對自己 分內的事情 他會做得很好 第三個優點的話 就是我覺得他也是 你就會跟別人分享吧 買一些吃的喝的 他也不會怕說 別人去吃他的東西 我說 缺點的話 就 第一個就是 他很愛講髒話 可是我覺得也蠻好笑的 但有一次他突然進來 然後那時候我忘記跟別人講什麼 然後他就突然一進來就講說 幹什麼什麼什麼三小 臭 就是 他一句話裡面發一個字 然後他就五個合作 這樣不好 很愛穿拖鞋 就是他像他上課有沒有 就是教學生也是穿拖鞋找來走去 也是專業 作為蔡老闆對他有不滿 有些公司可能是覺得這樣不好 但是 你是不是看不慣很久 沒有 但看不慣啦 其實習慣也是還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他很喜歡偷衣服 他以前在內服的時候 就傳來那邊偷衣服 然後那邊說 你是巨遊啊 然後 魅虎三天課 對 那時候怎麼自己很巨 然後什麼 肚子好乾喔 然後就想說 媽的你又沒多巨 然後在那邊一直拖 然後一直在說 我自己很巨 什麼很乾什麼的 蓋伊三個優點 蓋伊的話我覺得就是 很敢去做一些沒做過的事情 還有一個就是 對那種不認識的人 就是都還滿好的 很親切的 基本上他的個性是比較溫和型的 第三個優點 他跟波波一樣就是都是 樂與分享 像土星他都放在三天課啊 給員工喝啊 把他的東西就是都給大家這樣分 就是會讓環境的氛圍變得更好 好 那蓋伊三個缺點 第一個就是 他超級爛 超級爛 他有一次在內湖的時候練深蹲 然後練完之後他腳就很痠嘛 然後就叫我載他回去 呃 而且他很爛的走路 走去買飲料 走去Seven那麼精彩的飲料 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我每次買飲料 我會買很多杯嘛 我就一開始就問他說 欸 你要喝喝什麼 他就說不用不用 然後我買回來之後 他就趕走我 然後就說 沒差啊 可能現在在叫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 阿乾 不是說你要不要喝 你的時候不用 要是就是 聰明嘛 人很好 人很好 很nice 他是不太會生氣的 哦 不一定 這個如果用比較方式 他的脾氣沒有蓋伊好 在我們三個裡面 我覺得蓋伊脾氣是最好的 最好的嗎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三個經常打囉 你知道我很菜的時候 菜牙師之後他媽會罵 他罵到我都不想跟他玩 哦 真的哦 真的 他最大的缺點就是 他很難一心二用的感覺 譬如說他在看手機 然後你問他問題 他就不屌你了 太專注了 對 到九年你就不想跟他講話 我剛才講到好人事件 他就是一個爛好人 爛好人 對 大家跟他講什麼 他都OK的那種 蓋伊的三個優點 蓋伊的三個優點 蓋伊認真 認真 非常認真的那種優點 長得帥也沒有我們帥 哈哈哈 頭髮比我多 欸 啊唷 OK 等一下 你不要講一些這種的 你講認真一點 哦認真一點 我最看重他就是認真 他的目標很明確 他很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東西 專注 對 他很專注要達到他的目標的那種 對 那他是三個缺點 三個缺點 就是 其實他是一個蠻神秘的 蠻神秘的 對 其實我 其實我跟蓋伊 跟他們兩個 我跟蔡曜師是比較熟的 哦 對 而且我覺得 我們很少會聊到比較深度的亂 那對於內心深處是比較有所保留的 下一個缺點就是 也是爛 爛好了 沒錯 他跟蔡曜師是一樣 因為他們脾氣好 他給我感覺是 他們都不喜歡得罪人 他們不喜歡拒絕別人 對 就是希望每個人都好 可是當每個人都好的時候呢 你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這個是我 也是我非常討厭 第四個問題呢 我們來講 對方的什麼 八卦 怪癖 怪習慣 波波的話呢 他非常的喜歡 追蹤大奶正妹的IG 為什麼可以說呢 之前就是 就滑到正妹的IG 我就拿給他說 欸波波你看 哇 這個女生身材好好 長得好漂亮 然後波波就說 那個他喔 我知道啊 然後我想說 欸你知道 然後我看起來 欸 真的有按讚耶 真的是 內涵 內涵 那鑰師的話 我覺得他有一個 壞習慣 就是 他真的很愛抖腳 抖得很誇張 你知道怎樣誇張嗎 有一次 我跟他坐計程車 然後在等紅綠燈 然後我就想說 車怎麼一直震 很誇張的車一直震 然後我想說 欸 這台車引擎 還是變速箱 是不是有問題啊 然後我就看 司機也沒反應 然後我就往旁邊看 看到鑰匙在那邊 這邊一直抖 受不了了 跟他看電影也是 一直抖 整排座椅都在抖 然後這樣子就在 改一下好不好 改一下 波波的話我是知道 他有一次就是有一個 女粉絲傳一個 傳一個影片給他 然後那影片就是 很裸露的那樣的影片 你知道嗎 喔 他就給我們看啦 然後就說 這個人一直煩他 就是八卦 對 就算是八卦 真的不怕八卦 該一次有沒有 我就不是很清楚啊 我在該有什麼八卦 或怪癡或壞習慣 特別壞習慣 唉唷 他很喜歡鬧你 如果他彈吉他 然後彈到一半 他就把我那個選彈組 就是 他就不讓你彈到啊 就是他會一直煩你 就是不讓你做 你站在做什麼 就是有這個事情 就是可能他太無聊 在怎麼樣 就是他的怪癖嗎 對 就算是怪癖啦 就是他喜歡鬧別人 蔡老師喔 我記得我們在拍 天嘎那一集的時候 喔 他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他到最後 他一定要站著 喔 為什麼 他一定要站著 讓他自己 嗨起來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樣 特別變態 應該是趴著或躺著是比較好 怎麼會想要站著咧 會不會啊 他喜歡在你我啊 那蓋姨的蓋姨有什麼怪癖 其實說那個蓋姨是很神秘的 對我來說他很神秘 我真的 很少會看到他有什麼壞習慣 他吃東西有一點 是我很沒辦法忍受的是 他吃什麼 他之前在吃那種減脂餐 就是水煮過而已 對對對 然後他會帶癌 就是健身房 可是那個你知道 一打開那個噴窩 你知道嗎 所以他吃噴的味道 對 那個味道真的跟噴沒什麼兩樣啊 他喜歡這個味道 可是他可以把它死掉 蛤 你會覺得這真的是 忍人所不能忍啊 這會為了健身的效果 人是一個美食動物欸 不然為什麼要把它煮熟 要調味 難怪越來越流了 怎麼這麼說 哈哈 沒辦法他們說的 什麼的 評分一下 你們三位裡面誰的身材練得最好 以健美來看的話 就是你什麼平均啊 譬如說肩膀平均啊 胸肌平均什麼之類的 我應該是蓋衣練得最好 而且他體質長也比較正常 因為波波就比較有嘛 然後像我的話就是比較瘦一點 因為我身材就是比較高 也很難就是很粗 我覺得 以健美來說也覺得 你健美來說還是蓋衣練得最好 他當然是我 蛤 你沒有看到那一集嗎 那一集就是我們有去試掉啊 誰的身材是最瘦你的 還是蜘蛛人的 對嘛 不是我嗎 真的欸 而且我是高票的 欸對欸為什麼 對嘛 那代表說我的身材是比較好的 我們是以比較主流來講的話 你符合大眾化女性的喜好 沒錯 要是呢我覺得他的胸練得很好 那波波呢我覺得他的畢微練得很粗 但是整體來講呢 應該是我練得最好 耶 順著剛剛的話題啊 你們三個人之中誰最受女孩子的歡迎 我覺得蓋衣跟蔡老師都還蠻受女孩子的歡迎 我覺得都差不多 那你 可是以現在來講當然蓋衣會比較受歡迎 因為他比較紅啊 就是沒有 他有他有加分嗎 頻道就是叫建人港 對啊 有一個主角光環 對啊他有主角光環 那你有收到一些照片或是什麼嗎 女生的照片也沒有 沒有 那當然可不是這樣子說的喔 最受女生歡迎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菜藥師吧 多有女生啊 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說 藥師好可愛 像是Instagram啊 我有時候Post的動態 會有一些女生跟我說 哇 藥師真是天菜 誰最受女孩子歡迎 這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的狀況是怎麼樣 波波跟蓋衣比的話 已經是蓋衣啊 因為波波年紀畢竟比較大 那我以年輕的標準來看的話 會喜歡波波的比例 一定不會比喜歡蓋衣的多啊 你們三個裡面 誰最受男孩子歡迎 當時塞藥師吧 塞藥師最後男孩子歡迎 我覺得 為什麼 因為他感覺就是那種 同志的天差 是嗎 我個人感覺 那種可愛性 那蓋衣的部分 我就覺得還好 因為蓋衣比較野獸派 應該也是拆藥師吧 是嗎 波波不是也有 因為像之前就有男生 留言說想要看 鑰匙穿著小褲褲深蹲啊 可是我們就沒有啊 同性圈裡面應該 鑰匙還是稍微瘦 我知道了 觀眾留言留起來 喜歡鑰匙的頂上去 喜歡波波的頂上去 喜歡蓋衣的頂上去 到時候看一下誰 那個按讚數最高 直接那個壓力測試 男孩子 這個我也不是很確定 這個也不是很確定 因為我確定了 因為這個應該都會 多少都會有一些 訊息嘛 但是 就算我講了 我也不知道量的多少 我剛上念過的時候 那個男生愛念的訊息 按錯訊息是沒有的 就是會有一些 他會一直傳訊息 但是不一定是 沒有表示的時候 一定就是他喜歡你 但是他就比較會 拍照片給你看 我都沒有給開啊 所以不知道到底是什麼照片 所以這就不確定 三個人裡面 誰最好相處 誰最難相處 最好相處 我覺得是 蔡老師 因為蔡老師就是 又好聊 不打撈的時候脾氣好 那蓋衣呢 蓋衣 他也是脾氣好 可是因為就是我講 他是個神秘的 一個神秘 我對他就是會 有很多東西 其實我不熟 你怕不小心踩到地了一隻 對 我要找機會深入他聊天一下 波波那你覺得 你自己難相處嗎 我很難相處 你怎麼要難相處 我是一個實話實說的 你怕我就說你怕 你說學生來自我 不管是學生朋友也會 人會有一種磁場 比如說你哪一個教練 你的學生就大概那種類型 所以說你的學生喜歡比較對他們 他們都有點app就對了 我覺得 罵他們他們也 我會很buck 看他們哪一種 有時候我還看過他們會跟你互嗆 對 很兇欸 對 他怕我就說他怕 可能他瘦了我就說 你好厲害 哦 我是這種人 最好相處的呢 應該是蔡老師吧 因為他其實 感覺人人都好 人人都可以聊 那最難相處的 我覺得應該是我 哈哈 buck他算是不爽 就會直接走掉的那一種 但是我不爽其實我不太會說 我都是悶悶的那一種 然後 記在心裡面 最好相處應該是我吧 高中不是很容易會有那種 就是一群一群的嘛 小團體 對 像我的話就可能 欸我這一群的認識藝人 那一群的認識 就是 我不會特別說 欸就是我就是這一群的 然後我就不想跟其他的 認識這樣 蓋玉跟buck誰比較難相處 buck一定是最難相處的 因為他就是 不然就不要 一定會有不要的比例比較多 可是蓋玉可能還會稍微 勉強 就是可能我就說 欸 雖然我覺得你不是我喜歡 他那種類型 但是我還是可以 繼續跟你再聊他的群 之類的 這樣子 這一題我們來講 如果 兩個人同時 掉到水裡面會先救誰 我會先救 蔡老師 因為我跟他去游過游 我看過他在水中的表現 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擔心 就不瓦 因為蓋玉那麼會游 哦 我應該會先救藥汁 為什麼 因為他比較不會游泳 分別跟另外兩位 說你想對我來說的心理話 想要一起對他們說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 同一個事件 如果當初沒有在那邊 運用的東西 沒有去那邊練的話 然後沒有遇到他們兩個的話 就是 今天也不會變成是 這個樣子嘛 哦 對 就是我們剛好就是在那邊遇到 然後後來 改有健身房 然後 改一來這邊 然後波波也來這邊 所以 其實這是一個 機遇 哦 對 你是沒辦法去控制這些東西的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會接觸到一些 沒有接觸過的東西 像以前也不會想說去 拍影片啊 或是說去參與這些東西 就是 其實這些都是沒接觸過的 新鮮的體驗 就是對我來說是 讓生活更有趣 也可以學到很多新的東西 很感謝這個機遇 我要對波波說 就是看到你44歲 還是在努力學習 努力健身 甚至運動表現 或是體態上面 都還在持續突破著 儘管 身體上面有些疾病 所以還是樂觀的面對 我覺得你真的是一個 好榜樣 會不會有什麼疾病 然後腸子有點問題 有時候都還會血便 可能長期都要去跑醫院 打針啊 或是吃一些藥 在這裡 打藥打藥 我要對藥是說呢 因為有你的存在 令我的生活 增添了不少的趣味性 希望可以 跟你一起在三建客 健身 健到老 另外 永和店 要新開的三建客 希望你在裡面 冰箱買的大一點 多冰一些飲料進去 OK 你想喝喔 對對對 我要跟鑰匙講的話就是 你不要再當爛好了 我一直幫你插屁 我很賭爛 一直叫我插屁 雖然我很喜歡那個角色 可是我一直做這個角色 我也會煩的 讓我做別的角色可以喝 好不好 OK 我想要跟蓋伊講的話就是 我希望他可以繼續努力下去 這個努力 得來努力 希望你一直維持下去 維持你的初衷 如果我可以深入的話 你就讓我深入一下 YEAH 哇塞 現在大家都把自己的真心話 吐露出來了 沒錯 你是不是說了我怪話 當然 說了很多 哇 你有沒有把我的八卦都講出來 我講了一點點 你講了一點點 其實呢 我也講了你們蠻多的 到時候呢 影片出來我們就知道 對方講了我們什麼 我也是蠻期待這支影片出來的 到底我在你們心目中 是怎麼樣 是怎麼樣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以上就是我們三件客 我們三個人呢 就是相似的這段過程 那彼此是怎麼邂逅 那有任何問題呢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 那記得投票一下 那個知道我說的那個 沒錯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拜拜